你 英素 你怎么回来了 我先生说 我知道他不想见我 但我找他有事 马杰 你能帮我叫一下他吗 我先生病了 有点发烧 那个 在医院熬的 这不 我正想给他送药上去呢 那我给他送吧 我 要是他生气的话 我就说自己偷偷溜上去的 跟你没关系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你跟先生好好的 怎么会 谢谢你啊 马杰 那我先送上去 你醒了 我是不是烧糊涂了 哎呀 我是不是烧糊涂了 马杰啊 对方秘书打个电话 让他找个大夫来 明天给我打一针腿绕针 offense 对方秘书打个电话 来 药给你吃 喝水 慢点 这不是我吗 怎么查得这么仔细啊 这个 这些资料都能翻出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福尔摩斯 不过还好他不知道陈领生的事 不然姜布尔还不杀了我 你醒了 我睡了多久啊 头会对着 你啊 都快昏睡了两天了 吓死我了 都是在医院累的吧 你说医院有护工 家里有我 你使唤谁不行啊 非得要自己过去 我自己照顾爸 我放心 好 来 测下体温 哎呦 还烧着呢 吃点药吧 这些日子别管我了 你这些日子照顾我 别把身体拖垮了 我没事儿 英素来过了 他照顾了你一天一夜 秦英素来了 哎呦 刚在我睡醒的时候 起来一看他人不在了 可能是走了吧 你确定是秦英素吗 那还能是谁呀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英素好像跟以前 又不一样了 是吗 嗯 你先休息啊 去吧 来 来了 英素回来了 我看到家里的冰箱空了 我就赶紧去超市买了些吃的 我放这儿了 哎 我还以为你 你走了呢 我现在准备走了 江村退伤了吗 哦 嗯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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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啊 你昨天晚上发烧三十九度多 我都快吓死了 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话 我就该送你去咽咽血了 嗨 给 好像还是有点热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没事儿 烧降下来了 三十六度 三十六度 那我就放心了 嗯 我先走了啊 回去上课了 哎 我送你 你借 你行吗 走吧 这哪儿香药离婚的样子啊 哎 回去吧 回去吧 快点快点だ 葛智 快点快点 附帮秘叔 你怎么来了 江村在吗 江村不在呀 他昨天送我回来之后 就没见过了 那他能去哪儿呢 出什么事了吗 江家的事 我不能乱出来 现在 要跟江村 说心里话的人 只有你共人了 既然他不在这儿 那我先走吧 等等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走 他肯定就在体育馆里面 一生气就来体育馆发现 我还了解他 我怎么都没想到 从他来这儿呢 你好 你刚刚看到 有人在这儿训练吗 你说姜总 他刚走一个多小时 这是干什么 这是累死人不偿命啊这是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他不会想不开吧 想不开开车的话 哎呀 他有路怒症呢你知道吧 啊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我现在还真想不到 他能去哪儿 那这样吧 你按你了解的姜总去找 我按我了解的姜总去找 然后咱俩分头找 说不定一会儿就找着了 好 就这样 走走走 请勿告 老爷子得病之前通过我这边 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由委托人全权打理公司一切失落 江氏地产委托人不是你 是江博儿 我都会想你 母亲 妈 我在看你了 我很想你 家里还是有你在的时候好 说爸为什么这么多 我好想你 没错 没有人来到八状 我其实从你走了一通 江家连和江家的样子都没用 我觉得很乱 我不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跟去等博儿 他可以不爱我 可是我一直在很努力 我开公司 我辛苦地工作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认可我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是你妈吗 长得真好看 你像你妈妈 对 从小大家都这么说 我妈也常这么说 我听方秘书说了 你还好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到大爸对我都是这样 别人都说 他对我的眼里是因为我是江家的独子 说我今后要继承江家的事业 所以他对我爱之深恨之欠 让我感觉不到 我心里清楚我每次看到他的眼神 他的眼睛里总是 我要带着一丝怒 还有一丝怀疑 怎么会呢 你会不会太明感了呢 我在心里知道 他从来没有像腾伯儿一样腾伯儿 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 我惹他生气 即便他打我骂我 可就在那些时候我才能看 我在他心里 他还像是个儿子 那你这些话 我为什么都跟他说呢 说来别用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把一切的精力 放在工作室 我就是希望得到他的任务 我没想到 是这种结果 我觉得你先不要那么早地 下结论 天底下 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 我想等爸 行过来之后 你当面问他 现在不要否定他 也不要否定 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给妈上炷香吧 来 妈 我们来看你了 他 他会知道吗 原来叫他什么 这真的 能不能关系 这真的 他好了 infinite 也不роп